今天晚上要说一位女神的故事 我想很多人对她的名字都不陌生 赵雅芝 接下来就跟随我的声音来听一听赵雅芝的故事 艺术说最美的美女是不以为自己美的女人 得上天眷顾她生的美亦不以为自己美 即使在已过半百的年纪 赵雅芝依然轻盈卓越如三十年前 当然岁月也给了一点小皱纹 但刚为她度上了一层淡淡的光 这光是自己的造化 她在杂乱的化妆机里任由化妆师在她脸上妆点 冲着镜子里慢慢美艳起来的自己细说 我小时候根本就是一个男孩子 当时我们住的地方有山有田 我记得我经常在田里面跑 经常会爬到树上 最喜欢钓鱼爬山摘果子搬东西 我到处跑 身上脚上到处都是疤 到了13岁那一年突然叮了一下嘴 可能是生理中的原因 我整个人都变了 我变成了一个很近很近的那种学生 爱看书看电影 不在外面跑跑跳跳了 初恋是什么时候 在中学吧 十六七岁 不过我对恋爱好像没有多大兴趣 而且我是个很长情的人 你看我结婚这么多年 那时候对恋爱不感兴趣的赵雅之同学 在作文中写道 他将来最大的理想就是 周游世界 老天爷听到了赵美女的呼喊 十七岁高中一毕业 她就成了日航公司最美丽的空中小姐 1973年 她参加了无限举办的第一届香港小姐选举 虽然是大热门 可惜却只得了第四名 原因据说是她穿了一条超短裙 可是她对思怡说 其实喜欢长一点的裙 被人批是表里不一 然后说人家问她 为什么要来参选 她说妈咪叫我来 我就来了 又被人批毫无个性 那个时代 出来选没选的 就是前卫和个性 得了电军 当然不服气的 可是这一点不服气 在这么多年以后看来 是多么不值的一体 你还记得当年的冠军叫孙永恩 亚军叫荣朱迪 季军叫刘慧德吗 你当然不记得了 但你肯定记得有一个美丽的女人 她叫赵雅芝 得了第四名之后 她又回去当空姐 飞了一年左右 不是很适应 要飞长途 整天 整天都想家 1975年 赵雅芝做了人生中 两个重大的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 这一年 年方二十一的她 嫁给了第一任丈夫 黄伟汉 另一个选择是 她落地成为TVB的电视人 天生清丽的大清衣 让她事业录顺畅无比 1976年 初出茅庐的赵雅芝 获取冠文赏试 出演年度卖一座冠军电影 半斤八两女主角 之后合作的导演 是新浪潮里 刚刚展露头角的 吴宇森 以及许安华 1978年 和郑少秋 拍了《倚天屠龙记》 周芷若一绝 让她民生大振 请接着 1980年上海滩 又使她到达了 事业的第一个高峰 冯澄澄 成为她此生 最美好的代号 从此 无论她到哪里 她都是最美丽的冯澄澄 可是 谁又想到 这个美丽的冯澄澄 原来竟然是个 怀着孕的冯澄澄 拍上海滩的时候 她正怀着第二个儿子 她说 我会刻意叫导演 不要给我安排一些 打斗的戏 和万人迷周润发 郑少秋 拍过这么多的戏 但都没有传过绯闻 为什么 难道真的对帅哥免疫吗 赵雅芝说 我跟郑少秋拍过五六部戏 和周润发拍过三部戏 都不是那种感觉 他们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我喜欢成熟稳重 会照顾我的那一类型 而且 我对于没有发展的感情 觉得没有必要 无谓浪费大家的时间 在某种程度上 她是一个冰雪美人 需要狂热的追求 这种追求不是没有过 她婚后最轰动的一段绯闻是 七十年代末期 鱼霍原甲 黄元申 1977年 她在拍摄电视剧《大报复》时 伙伴有三大帅哥 郑少秋 刘松仁 以及黄元申 这三个帅哥里 她同黄元申 配戏最多 绯闻不禁而走 1978年 两人又合拍 《动作爱情》喜剧电影 不错大牙拆错骨 虽然双方都是已婚 但书香门第出身的黄元申 显然爱上了秀美少妇 写下诸多书信 这些信 碎成了承堂公正 传说 张雅芝的丈夫 使得某周刊老总 这些信公开后 黄元申 欲照雅芝 颜面无存 黄元申 更有很长一段时间 足不出户 八十年代 她的事业 渐入低潮 1990年 7月29号 她离开妻儿老小 到香港保龄寺 消法为僧 法号 衍生 后 行踪不明 近年 传她 已经还俗 资深在美国生活 婚姻 仅此一役 当然危机重重 1981年年底 赵雅芝 终于遇上了 她的真命天子 这就是美国归来的 小胡子 黄景深 她工作认真 负责 很顾家 很努力 有一点幽默感 比较洋化 比较注重细节 注重家庭气氛 比如说 她会在节日来到的时候 特别庆祝 圣诞节的时候 特别做一些彩灯之类 很多年以后 赵雅芝 这样描绘她的老公 事实上 当年 他们的爱情 可谓轰动全港 1984年 他们俩在美国结婚 之前度过了三年 非常艰难的日子 黄景深的追求 热泪认真 她曾对全香港人 发表爱的宣言 时间 会证明一切 果然 时间证明了一切 二十年 两人恩爱如稀 人人都追问 赵雅芝 与老公恩爱的秘密 不要把对方 看成你结了婚的老公 把他想成男朋友 你是他的女朋友 这样 他为你做的一切 你都会珍惜 感激 我年轻的时候 是完美主义者 到现在我发现 世界上 没有事情是完美的 关键是 你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 不怕面对困难 不怕面对压力 用积极的态度 去处理事情 这个很重要 结婚是宽容和让步 我觉得 我们之间有亲情 我希望保持这种亲情 这段感情 当然是他付出更多 这么多年过去 所有他在的场合 他都愿意跟从 连他自己也承认 他说 我们结婚已经二十年了 如果没有他的细心 我们 不会像今天 这般美满 但 他也做到了一个 妻子的本分 为他挤牙膏 为他冲一杯咖啡 准备洗澡水 他累了 帮他按摩 更为他不惜放弃 香港如日中天的事业 避走台湾 混晚恋事件发生后 这位连续五年 最受欢迎女主角的 受欢迎度 狂跌 1987年 他只得转战台湾 出演林语堂的剧主 秦华燕云 演的是第一女主角 杨木兰 那时 他是台湾片商 争相礼拼的对象 三个月 转两百万 当时 香港一栋豪宅 才五十万 台湾 一直是赵雅芝的福地 1991年 他和郑少秋 和演的西说乾隆 还有 1992年 和叶童和演的 新白娘子传奇 所创造的收视奇迹 奠定了他 华语最美丽 电视女主角的地位 而成为 新白娘子这一年 赵雅芝 已经38岁 38岁 还可以迷倒众生 而且 借着省级电视台的 轮番经典的 长期补映 赵雅芝 永久地成了 各个年龄层次里 最理想的女性样本 是女人的梦想 男人的挚爱 与其说 这是美丽的力量 不如说 是赵雅芝 温柔的力量 冒这么大的险 开始第二段婚姻 与前夫 也有两个孩子 在外拍戏 会说明 拍多久 休息多久 一般半个月 一定要见他们一下 他生了三个孩子 每生一个孩子 要到孩子一两岁之后 他才会结婚 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 你必须 很克制自己 必须非常非常理性 这不是一件单纯的事 所以 婚姻 必须很谨慎地处理 因为是继父 先生对他的儿子很客气 所以教养责任 全落在他身上 他说 我是比较严的那一个 我觉得对于男孩嘛 一定要严一点 我算不算是个好妈妈呢 这个要问他们 是不是会反对 我想 他们一定不会反对 我在他们心中 应该是一个开明的妈妈 是朋友 又不算朋友 试过今天 他这样总结 有没有后悔过 赵雅芝的回答是 不后悔 和我先生在一起 有很多原因 我不会后悔做过的事情 这是命运的安排 命运选择了他 而且 我的性格好坚决 决定的事情 我一定会做到底 于是 他和他 一起努力了二十年 而且 很成功 他们都看到 他再没有绯闻 再没有假戏成真 再没有感情问题 从此成为 不老的偶像 我没有特别的保养 可能是遗传吧 我母亲到了七十多岁的时候 人家还说 他只有五十几岁 饮食方面 我没有刻意去吃一些清淡的食物 就是不要吃得太饱 太油腻 当然了 也有可能是维生素的功劳 老公每天 会拿一把维生素片给我 另外 我会在家做一些运动 比如玩玩呼拉圈之类 我不是很喜欢夜生活 早睡早起 有充足的睡眠时间 心情乐观 平静 不要为难自己 是他保持身材的秘诀 这听起来有点大陆 就好像他的偶像 澳大利河本 那种气质 我很喜欢 喜欢归喜欢 但我不会把他的大头像 贴在床头 我喜欢保持一个 比较远的距离 去欣赏别人 你觉得什么是女人味 他微微侧头想了一下 就是 容 优美 那事业呢 积极 但又顺其自然 姻缘继绘 他成为几代人的偶像 在大陆人气这么旺 我一直觉得 很幸运 好感恩 生活对你重要 还是事业对你重要 他说 当然是生活 生活最重要 我最小的儿子 小时候非常年生 现在也十八岁了 我很享受和他们在一起的每分时光 享受他们成长中的每一个转变 比如说 我工作完回家 很累 儿子会心疼你 妈妈 你累不累啊 如果拍戏太辛苦 不如不拍了 这个时候 心里就好甜 我们都知道 这世上 从来不缺乏 有魅力的女人 但 很少见到 十足幸福的女人 幸福的女人 哪头哪起 哪头放下 她们有最合理的选择 这种选择 换一种说法 叫智慧 再换一种叫法 叫 靠拢幸福的知觉 好了 今天就和你分享到这儿 最后结尾的歌 也让我们来重温一下 那些 我们青春记忆里的 电视剧 晚安咯 好 好 好 可能 如果我们还能听到这儿 只是一个人 你再能听到这儿 能听到这儿 简直 还可以 这是因为 我只能听到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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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